Hello,大家好,欢迎大家来到Jenny Knows频道,我是多伦多全职地产经纪的Jenny,今天呢我们将来到MACOM的7071 Bayview,带大家来看一套460万的豪宅公寓,房子除了二楼的书房,其他的地面都是大理石材料制作而成,加拿大的装修贵的不仅仅是材料,更多的一部分是人工成本,这套房子你看一下这些细节可以看出来, 屋主对这套房子真的是侵入了很多的心血跟成本了,虽然这个房子的装修不行,但是Polite内置印象一样都不少的,除了这些软件设施,我们来再看看干货这个房子的户型吧,走过进门玄关部分右手边就是一个鞋柜,这个鞋柜还是挺豪华的,里面还做了额外的柜子,可以放很多鞋子,当然上面的这个挂放区也可以放一些外套,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个棕色的墙纸,配明黄色的柜子,这套房子无处不在的水晶灯,从进门的鞋柜开始,这套房子的采光,与其说像Condo更像是独立屋,整个房子每一个房间都有很多扇窗户,我们先进它的厨房来看一下,左手边是它的配餐间,这个配餐间也兼具了Pantry的功能,它的储藏空间特别大, 然后再往前走,右手边是个洗衣房,加上传达室,这边有一扇小门是送餐或者送货的人进来的,这样就不会影响主人在客厅的休息,也不会影响其他的客人, 还有就是疫情期间,你可以从这个小门进来,然后先把衣服放在洗衣间里洗掉,衣柜里换上新衣服,这样就避免了病毒的传染啦,是不是很睿智,这个功能非常像独立屋,联通,车库的mud room,这套房子一共四个furnace room,这是其中一个,大部分墙面都是墙纸,你可以看到这个腰花的设计,透露着房主隐约的豪气, 走出洗衣间的右手边,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半开放式的厨房了,这个厨房是可以完全关上,然后面积也非常大,操作空间应该说是相当可观,中到六个炉头的灶台,让你体验一下大厨的风范,好,宅的厨房必须是所有的东西都是build in,包括咖啡机,厨房所有的电器不是米勒,就是Wolf, 给有品味的你至尊的享受,接下来我就不多讲解了,大家好好欣赏一下这个漂亮的豪宅吧 so denn,什么艺 customer什么东西都是和平均而言 Ke五年前的寓ASE? 好,你们能够出去吗? 好的,兄弟, soil有一个� дум是不是? 不用了,就替 itself去问,ского歸的 onder谷的规定是 gab点是某些的那一样的软 roll,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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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